厦门大学生日快乐 中国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高校厦门大学 4月6号举行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 夏大师生和海内外校友 以线上线下同步展开的方式 相聚母校和云端 共赫百年华诞 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1921年4月6号 夏大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家庚 亲资创办 作为贺议代表 陈家庚长孙陈丽人 当天历临夏大100周年庆祝大会 当夏大党委书记张燕 介绍在主席台前就坐的陈丽人时 现场响起了长达20余秒的热烈掌声 在座的每一位夏大人 其实是通过掌声 表达对我们校祖陈家庚的一种致敬 我是觉得因为那种感情是很难去替代 从1894年 陈家庚拿出2000银元 在家乡极美办学以来 他一生心学时间长达67年 创办近120所学校 陈丽人在校庆大会上致辞时 回忆祖父创办厦门大学的艰难历程 1921年 陈家庚认捐400万银元 半夏大 陈丽人表示 这个数目相当于祖父当年的全部资产 厦门大学是陈家庚 倾注了最多心血 也是抱有极大希望的一所学校 老人家的他的这个远望呢 是有点超人 不是说他的远见是五年十年这个时间段 而是说我50年以后 希望我的厦门大学是如何如何 100年以后能够继续能够 人不在 但是厦门大学的这个学者们的精神 还继续流传下来 夏大因开放而起 从建校医史就带有独特的开放基因 目前厦门大学 外籍学历生近2000名 来自美国的潘维莲 当天货班夏大最高荣誉奖 南墙杰出贡献奖 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0多年 他对夏大的开放包容感受最为深刻 八八年为什么来夏大 八八年只有厦门大学 让一个留学生来带家里人 有条件 其他的都没有 五六年我们夏大的海外交易学院 是全国第一个海外交易学院 也二一年第一年的 差不多一半的学生是外来的 2014年马来西亚校出 全国第一个大学有海外的校出 很多方面夏大是第一第一 国际上的 这个非常棒了 所以很佩服夏大 我希望还有三十几年在这边 历经百年艰辛奋斗 夏大培养了40多万名优秀学生 为国家各行各业输送了 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 形成化学 海洋科学 生物学 生态学和统计学等高水平学科 成为在海内外影响力 日益增强的知名学府 我是七七级 就参加第一次高考进入夏米大学 那么进入夏米大学以后 我想夏米大学跟我就紧密联在一块 夏大的几十年的发展 我想我是亲眼看到 不光是校园变得更美了 而是我们夏园整个整体的实力 也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 我们的老师的水平 我们的科研的这样一个力量 在解决国家重大关键科学问题当中 我们显示的实力都大大增强 厦门大学校长张荣在大会致辞时表示 厦门大学的百年史就是一部新学图强的爱国史 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与中国许多双一流大学相较 夏大不在直辖市或省辉城市办学实为不多见 但地处福建和厦门的特殊区位 也赋予夏大海峡海思海洋的三海特色地缘优势 希望我们的成果能够带动这个地方的发展 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够引领这个地方的发展 我们创造的文化能够形成 在这个地方能够形成潮流 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